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花本身 而且成了一种文化品味的象征 时至今日 插花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家中摆放鲜花不仅美化环境体现主人品味 而且还能影响家人的健康和命运 鲜花的摆放是非常讲究的 所以今天就为大家讲解鲜花的摆放风水 不同方位适合摆放的鲜花颜色 东方五行属木为蓄日出生的方位 象征着新生力量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在堪于学上代表的家庭成员为长男 即排行老大的儿子 包括独生子 东方摆放红色的花被誉为木火通明格局 是大力文才和思考的 对学生 策划人员 以及所有动脑工作的长男均有帮助 西方 五行属金 凝聚了创新改革的能量 代表的家庭成员为少女 排行最小的女儿 因此方为首要桃花位 所以在很多风水文章都会提到 此位不宜摆空花瓶 浴缸等物件 同此为避免诱导 不正桃花的出现 亦不宜摆放过分鲜艳的花朵 黄色五行为土 土可生金 在西方 白小黄花可增加少女运气 及一些从事改革工作人士的锐气 对以口为生者 如律师 销售 增加说服力亦有一定的帮助 南方 五行属火 具有美 教养 灵感的能量 此为摆放绿色植物 可令家中的女性提高个人美感和魅力 二则 橘黄色代表着热情 店铺可以此加强店员 对顾客时所表现出的亲切感 三则 此为摆红花 对投资者或弹性收入者 有一定的摧财旺财功效 北方 五行属水 象征着夫妇和谐 父子子孝之道 粉色花能改善你在婚恋中的孤独 寂寞的精神状态 白色花又能改变父子 以及单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不同空间的鲜花摆放原则 在家中摆放一些鲜花 会使整个房间显得温馨 更会带给自己美好的心情 如何摆放鲜花才能增加好运呢 一 客厅摆放鲜花原则 客厅是亲朋好友聚会的地方 不少家庭都会在客厅摆放鲜花 即美化家居 还能给家中带来芳香新鲜的气息 在客厅摆放鲜花 可以选择一些鲜艳的花瓶 给客厅带来热烈的气息 花束可适当大些 让人一进客厅视线便马上为之吸引 而且花香扑面 赏心悦目 客厅鲜花最适合摆放的卫室是 装饰柜 客厅沙发旁 机架上 这样能与其他装饰调和更美观 二 卧室摆放鲜花原则 卧室不仅仅提供给我们舒适的睡眠 更是我们思考和抚慰心灵的地方 因此 用鲜花布置卧室时 最应考虑色彩既要协调又要有对比 应根据房间内墙壁 天花板吊顶 地板 以及家具和其他摆放物的色彩来选定 如房间色调偏冷 则可考虑暖色调的鲜花 以加强房间内热烈而活泼的气氛 反之 则可布置冷色调的鲜花 给人以宁静安详的感觉 完美搭配 卧室里应选择让人感觉具体温馨的鲜花 卧室鲜花摆放要考虑鲜花的香味 色彩花形 既要协调又要有利于主人身心 总之 要考虑颜色是否让人看起来舒服宁静 三 餐厅摆放鲜花原则 餐桌是大家用餐与交流的地方 花瓶的高度不宜太高 否则会影响到大家的视线 花瓶已摆放于餐桌的中央 这样大家可以一边就餐 一边欣赏鲜花增加食欲 四 书房摆放鲜花原则 鲜花本身也能用来装点书房 不过就要根据房间和家具的形状 大小来选择 如书房较狭窄 就不宜选体积过大的品种 以免产生拥挤压抑的感觉 书房是阅读的地方 应选择色泽安静的鲜花 花瓶也是 在适当的地方摆置精致小巧的花瓶 起到点缀强化的装饰效果 而面积较宽阔的书房则可选择体积较大的花瓶 如半人高的落地瓷花瓶 精心地配置几架彩绘玻璃花瓶 都能为夏日的书房平添一份清雅祥和的气氛 五 厨房摆放鲜花原则 厨房环境首先考虑清洁伪生 植物植树也应清洁 无病虫害 无意味的品种为主 此外厨房因一产生油烟 摆放的植物还应有较好的抗污染能力 如芦荟 水塔花 慎绝 万年青等 完美搭配 搭配若选择蔬菜 水果材料做成插花 既与厨房环境相协调 亦别具情趣 六 内浴间摆放鲜花原则 卫生间在适当位置做几个花架 摆几盆鲜花或盆景 情趣盎然 也可挂几幅艺术画 让人赏心悦目 文化氛围凸显 或是把你的审美天才发挥到极致 给心灵带来愉悦 七 玄关摆放鲜花原则 玄关放鲜花要保持清洁 在玄关处放置粉红色花卉 有利于人际关系 保持心情的愉快 在玄关处的鞋柜上 摆一盆红色鲜花 可谓家事招来好运 黄色花利于爱情 橙色花利于旅行 粉色花利于人际关系 八 财位摆放鲜花原则 客厅最重要方位 在风水中被称为财位 关系到全家的财运、事业、生育等运势 所以财位的布局及摆放是不容忽视的 财位的最佳位置是客厅进门的对角线顶端上 如果住宅门右边时 财位就在左边对角线 如果住宅门开中央时 财位就在右对角线顶端上 在财位方向摆放鲜花会大大增加财运 家中摆放鲜花要特别注意一点 鲜花突然枯萎不吉利 鲜花应长宝颜色鲜艳 艳丽的色彩从某种程度上点缀家居更兴活力 在环境点缀上 一笔普通绿叶植物更胜一筹 却比一般植物更需要精心栽培 如果不慎让其枯萎凋谢 就会产生不良的风水效应 影响到居住者的健康和运程 所以要适当换水 勤于管理修剪花境 切不可让鲜花枯萎 鲜花的寿命都很短 大多在一周之内 夏天会更短 尤其是像郁金香这样的鲜花 两天左右就会凋谢 怎样能使鲜花保持的时间长一些呢 一 首先鲜花的根部要斜着剪口 这样吸水的部位大 能够更多的吸收水分 二 其次 要每天减去一些 保证能够更好的吸收水分 三 还有 花的叶子不要泡在水里 这样叶子会烂掉 所以一定要把溅在水里的叶子摘掉 四 每天要换水 如果是夏天 为了保持水温不升高 还可以往花瓶里放几块冰 同时 花瓶里的水可以多放 这样 不仅能使水的温度保持得长久些 还可以增加花瓶底部的重量 保证花瓶的稳定性 五 为了使鲜花开的时间长一些 还可以往花瓶里放少许啤酒 或者将两片阿斯匹林 沿成末放进去 可延长鲜花的寿命 六 在一般家庭常买的几种鲜花中 郁金香的寿命最短 康乃鑫的寿命最长 如果你的主人是又想漂亮 又比较节约的人 你就要少买郁金香 多买康乃鑫 尤其是夏天 郁金香很快就会枯萎 七 买几只绢花与鲜花混合插入花瓶中 会使鲜花显得多而豪华 不同的绢花 可与不同的鲜花相配反复使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 时时 心清静 日日 试吉祥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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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感谢观看